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退休的刑警 高仁和高刑警 黃毅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眼科醫師 黃宥嘉 黃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媒體工作者呂文婉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藝人Kitty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最年輕的里長 陳志穎 陳里長 鄭大哥好 大家好 歡迎五位 那今天因為戴口罩 就比較看不出來年紀 村夫不要亂叫 對 真的 很重要 今天的主題 跟我們今天講的有關 阿伯出事了 為什麼說阿伯出事了 因為有人被叫阿伯 險些 釀成衝突 鄉鄉要打起來了 那詳細的情況是怎麼樣 我們請文婉跟大家說一下 好 那個這個要從 友台有一個實境節目叫做 來吧 營業中 這個節目其實還滿受大家歡迎的 因為也有登上這個 Netflix的排行 然後這個主持群很多 包括朵中康 包括姚元昊 顏雅倫等等 然後日前他們到港兵 港兵那不是人人雄心的所在嗎 不過他是去港兵 拿漁獲 有一個歌口說港兵秀白 非常好聽 很好聽 白天不厭 那他們就是為了這個節目 真的是實境 連去哪裡拿食材 都拍得這樣巨細迷 所以那天其實姚元昊 他他就去港兵 那因為其實在之前 製作單位其實都有聯繫好 比方說大概多久時間 那這個漁民會從這個海 就是從海外把這個船開進來 然後實際上就把這個漁獲 交給你這樣子 反正都已經講好了 所以他到湖邊的時候 在港邊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遠遠的一艘船 就過來了 就說阿伯 然後你的婚先彈刁 不可以 因為他其實這樣講就知道 當時這個漁民手中 應該是刁一根煙就對了 結果一講不得了 這個觸怒了這個阿伯 阿伯說什麼阿伯 意思就是說 意思就是說他在叫錯了 他怎麼罵他 他就說 叫哥哥 你叫阿伯鬼才會回你 真沒在乎 對啊 很在乎 然後這個 因為瞬間 因為那個阿伯 其實還滿認真的 然後口氣上面有一點嚴肅 所以姚元昊就趕快跟他道歉 說不好意思 說不會有 你現在叫阿伯 我也不會給你了 結果你知道嗎 這個大家都以為說 這個是實境節目的一個 故意說的一個橋段 可是後來才知道 不是 其實那個就是 現場實境演出 對 原始原位重現 那最有意思的是什麼 就是說其實那一位 姚元昊叫的阿伯 不是他們製作單位 聯絡好的那個漁民 那個漁民原來遠遠的 在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遠遠才從旁邊過來 然後其實很難的一個地方 是什麼 穿著是一樣的 只有帽子不一樣 然後所以這個就是 很尷尬一個插曲 所以我們今天才要講說 這個阿伯 有些人真的叫錯 大家會很在意的 對 City覺得對別人的稱謂重要嗎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那妳覺得別人 對妳的稱謂重要嗎 我覺得無所謂 可是我基本上我覺得 因為大家都一直說 平常要說好話 那我覺得任何人都希望 聽到都是被叫哥跟姐 就像我相信鄭大哥 一定很喜歡我女兒 因為我女兒每一次找他娃娃娃 一開始她就說 是鄭大哥耶 他絕對不會叫你阿伯 他就覺得你叫是鄭大哥 小孩子就會講 對 所以 從事有點 對 你看 現在鄭大哥是不是很開心 就是因為大哥跟姐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我覺得平常的日常生活中 千萬不要叫人家阿伯 阿姨 你真的不好聽 不好聽 對 叫哥哥 姐姐 是不是感覺就 親和度好一點對不對 別人怎麼稱呼你 你不是那麼在乎 可是你很 就對別人的稱謂 你覺得那很重要 我覺得很重要 對 吃過虧嗎 我基本上還好 可能是我看起來比較 跟我的生死的年紀 比較有差距 所以其實在外面 其實大家頂多叫我 叫到阿姨而已 只是家裡的稱謂 可能有些親戚會叫到姑姑 對 這點我都覺得還好 這樣子 那這個陳理長 像做理定稱謂重要嗎 滿重要的 因為你要服務很多理名 對 因為尤其數量很多 像我們九千多個人 我不會每個都認識 有一些比較認識的 可能就甚至直接叫名字 或是稱謂怎麼樣 都無所謂 可是有一些不是那麼熟悉的 有時候就會猶豫一下 到底要叫什麼 到底是要叫阿姨 還是叫姐姐 還是大哥 就是有時候就會真的是叫錯 還會一直被糾正 那有的人會很生氣 像比如說 有的年紀大的 比如說七八十歲的 我當然女性我還是叫阿姨 就說阿姨你好 可是像阿嬤就會生氣 八幾歲就說 什麼阿姨 我都叫你阿嬤 你說你祖母是你阿嬤 對 她說你阿嬤 你故意把她叫年輕一點 對 她說你要叫阿嬤 或奶奶 她就說要尊重 你這樣沒在一起 對 我也是被罵過 對 可是我一律其實都是叫阿姨 大部分其實好像不想要被叫老 可是有人會覺得說 他不是叫老 你是尊重我 對 所以每個人的那個習慣 不太一樣 我跟你講 如果特別是從政 對人 接觸的人的稱謂 很重要 對 大家親愛很在乎 但如果是高刑警 你會叫什麼 高大哥 對 大哥 都是叫高大哥 大哥OK嗎 OK啦... 應該笑得很心 以前工作上 其實在當警察被叫的稱呼最多了 你寫我念給你聽 我以前去罵老 那個比較老一輩說 快點 撲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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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罵老 撲到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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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撲到 撲到撲到 老爸先生 你發音比較標準 機能撲到撲 撲到撲 不要把那個阿撲到撲到撲到 撲到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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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撲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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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撲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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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知道我都會叫你白頭撲到 沒有 以前都是在白色胶盔 白頭撲到那就是帶那個 國民黨之前那個塑膠的白胶盔 你們不曉得 你們不曉得 腳還要打這樣子 就是觸怒我了 真的 我們真的沒聽過 你們只是用那種 沒有用稱謂我們的方式 在貶低我們 那這是什麼 感覺到很久遠嗎 差不多 那個就是像現在當兵軍人 那個塑膠看起來白白色的 以前的那個政府時期不一樣 比較我們那個畢業的時候 還有在那個戒嚴時期 所以那時候查戶口 鄉人叫你快撒那 那他撒那會覺得有點 沒聲舒服就對了 後來慢慢的 好像疲 疲起來 覺得沒聲音 其實叫什麼稱呼 真的有時候不是那麼的重要 重要的是人家對你的 真的是有心還是無心 像有的 我講是 我請教黃醫師 白頭卡拉你聽好嗎 沒有 你聽好 你也沒有 你們這些人是 真無用心 白頭卡拉你知道嗎 不知道 那什麼 你也不知道 OK 以前我們稱呼警察 我們都叫白頭卡拉 白頭卡拉來了 還是嘉義的地方用語 不是 全台灣 全台灣 對 那個大概清光絮 真的 真的比我還要打白色的板腿 你看看 真的 那時候站大門口的時候 就是真的要戴那個塑膠的 那個膠盔帽 所以後來當一段時間 警察有發現說 教人是一種藝術 教人是個學問 我覺得是滿重要的學問 很藝術 像陳大哥 譬如說 有時候在我們本土的研究 我就直接叫阿兄 我都叫阿兄 因為我們北部人可能叫阿兄 我代表就叫阿兄 也太有了 我們都叫阿兄 年紀比我們更多一點 我們就叫子 我就說叫女生 清一色 沒有第二句話叫妹妹 通通叫妹妹 除非說她年紀大我很多 那種一看就是白髮 你把三三段她年紀大你很多 你看到她那種皺紋滿臉 然後白髮蒼蒼的那種 一看真的就是像我們的阿姨 以上的 我們分辨得出來 如果再做每一個 你就要叫阿姨 在座每一個的姐姐們 她們的姐姐 不是說在座每一個 我都是叫妹妹 我就把她感覺就像十八歲 永遠在我心中十八歲 那我是弟弟 對 弟弟 所以你碰到黃醫師 當你不認識的時候 你也叫她 對 我也都叫妹妹 黃醫師 抱歉 到餐廳 那我覺得是性騷擾 我真的絕對 你不是說叫妹妹 我就跟她說 叫小喜了吧 我們就跟她說 就有點改叫 你看 黃醫師很不舒服 不是 我要做阿姨做的 好像叫我燒賣的感覺 人家在餐廳的服務生 我們都叫弟弟 抱歉 麻煩你拿什麼東西 妹妹麻煩你 我就是這樣叫 年齡跟我差不多 我也都叫妹妹 為什麼你叫妹妹 文婉跟黃醫師是不舒服 等一下我再請教他們 因為你知道 現在台灣的高爾夫球場 感地越來越少 因為它是個辛苦的工作 那感地幾乎 除了台灣 除了那個淡水 老淡水球場 都是男生在當感地以外 其他大部分的都是女生 可是女生大部分都是 年紀稍長的 所謂的稍長 大概四五十 五六十 六十幾都有 我有一邊去跟她說 妹妹你去給我 拿什麼什麼感來 歡喜到那天 心花怒放 她說我三十年 不要人就叫我妹妹 對啊 叫妹妹 所以妹妹 每個人是 狀況不一樣 你叫這兩個妹妹 她不舒服 我覺得很急 叫人家妹妹 就舒服 對... 很親切 剛剛就自己在那邊 這種感覺 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事情 因為你所處的環境 對方的這個心情 各方面條件 都會對你的稱謂 讓別人覺得舒服或不舒服 這是不容易的 不知道你就亂叫 結果那就是白目 這種白目 黃醫師也沒辦法 眼科醫師也沒辦法 對不對 因為我剛剛講 我在球場 叫五六十歲的這個感地 妹妹你去拿什麼感來 麻煩到要死 這兩個不好適合 這兩個你叫妹妹 他們覺得你對他們 很不穿重 是一種 是一種什麼 騷擾是不是 我覺得是一種騷擾 為什麼 其實就像正大哥剛剛提到的 你要應該說主客觀因素 對方的條件跟我的條件 對方的年紀如何 我的年紀如何 其實都會有很巧妙的變化 對 譬如說你剛剛講說 那個五六十歲的大姐 你叫妹妹 拜託 你贈大哥 你還年輕 被小鮮肉叫妹妹 那個當然是新花是開的 很開心 那就覺得說 你還滿懂情趣的 你有沒有覺得怎麼查一下 好 現在換回來 像高大哥是年紀稍長 他是比較稍長 稍長 對 稍長 而且重點是我跟他不熟 剛剛我們有說有一個前提 是不太認識 那你就說妹妹 這樣叫我 我就覺得說 天啊 你怎麼 你怎麼會叫我妹妹呢 我有社會歷練 你這樣是很輕挑 很沒有禮貌 輕挑 是其他妹妹 拜託 我就覺得說 你好像有一點點 巨星沒有那麼正 就是沒有那麼正直 他叫你妹妹的時候 你會怎麼回他 我會不理他 我會覺得說 真的一個 就是一個那種 登圖子的感覺 對 我覺得你還不認識 這個就是 你怎麼這麼不認識 這就好像地方不一樣 你看我剛才說 叫阿兄是叫哥哥嗎 你如果台南叫阿兄是跟汗茶的 阿兄是跟汗茶的 阿兄是跟汗茶的 不一樣 所以跟地獄又不一樣 不一樣 如果突然叫妹妹 是好像說家裡最親的 文婉 你希望他稱呼你什麼 我覺得他可以叫我說小姐 然後我覺得還有一個 很好玩的一個稱謂 就是說這個跟妹妹有什麼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比方就是早餐店常用的 男生都是帥哥 你要吃什麼 吐司要加火腿嗎 要加蛋嗎 美女... 今天要喝紅茶嗎 我覺得這個我OK 比如說美女幫我那個 我覺得OK 他已經變成不是說 真的稱讚你是美女 而是一種 我覺得那個是比較安全的 這個稱謂 沒有含你沒有含第一句 叫你叫姐 你可以拿那些東西拿一下嗎 真的嗎 騙過 有騙的 阿姐 拜託 我沒有欺負面 那一看六鏡我十二鏡 我沒有欺負面 沒有 以前像我去電視台 有一些真的行政人員 還是電視台裡面的大哥 真的都七十幾歲 然後他們有時候真的不是故意 他會講 翁翁姐 那是因為他看你真的很久 那我剛開始我真的會覺得說 我會跟他們開玩笑 我說你感覺好意思 你生日子這樣 你叫翁翁姐感覺好意思 就會用比較開玩笑的方式過去 所以我是覺得還好啦 了解 開玩笑 那黃醫師為什麼 他叫你妹妹你不高興 叫我妹妹或者是叫我姐 我都不高興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所謂的稱謂是說 你先想沒有稱謂 如果沒有稱謂 我們是不是覺得很不禮貌 所以為什麼要稱謂 稱謂我覺得終極目標 就是為了要追求禮貌 那追求禮貌其實就是一個 我覺得是人的軟實力 你到底怎麼樣 第一個時間判斷說 我到底用什麼稱呼 追求很好 追求禮貌是個軟實力 對 追求禮貌是軟實力 你不要小看它 那我跟這個人是第一次見面 還是說已經相處了一陣子之後 其實稱謂本來就是會 隨之而改變的 比如說可能 我印象中很深刻的是說 我也不是說就不白目 我記得有一次是 因為我們像來賓 像我們今天是大家都很熟 我記得我第一次跟這個 戴智陽 戴大哥的太太 就是經歷姐 一起錄影的時候 你看我現在稱她什麼 經歷姐 可是其實經歷姐應該沒有比我大 事實上她可能看起來比我年輕 那我為什麼選擇叫她經歷姐 是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叫戴大哥 所以我就會跟著叫經歷姐 那就是我自己 我的禮貌認知 可是我印象也很深刻喔 那個時候因為是第一次見面 然後我不知道要叫她什麼 我覺得我叫她經歷也不對 然後我就叫她經歷姐 因為我覺得我還是想要 抬高那個尊稱 所以稱呼有時候是禮貌 有時候要抬高那個尊稱 那對我來講 我是希望利用經歷姐 來抬高尊稱加禮貌 可是其實我是失敗的 因為經歷姐直接她人很好 她直接跟我講說 可是我年紀也沒有那麼大 所以其實就是 她用委婉的方式在抗議喔 對 所以我馬上就知道說 是啊 她說得沒有錯 所以人是不是可以就是說 去設想到我的需求 還有對方的需求 那以我自己為什麼我說 就是人家叫我妹啊 或者是叫我姐 我也沒有開心 我也不喜歡 也不覺得不接受 是因為第一個叫我妹啊 大家知道嗎 我到三十幾歲去超市 那個超市的阿姨都叫我妹啊 可是我已經覺得 我已經從小妹妹 我已經長大了 我多希望有一個尊稱 你是不是可以叫我小姐 我跟文婉姐是比較接近的 就是說我覺得人生努力到現在 我一定從小妹妹 其實我們有時候覺得 叫妳妹啊是要討好妳 妳知道嗎 真的 妳知道嗎 妳用心良苦妳知道嗎 所以問題就來了 如果要真的叫我妹啊 不管是要討好我 或者是拉近跟我之間的距離 請問阿姨 妳有給我打折嗎 妳並沒有 妳沒有跟我實質上的打折 然後妳又給我叫我妹啊 妳要跟我拉近關係 拉近關係是只有妳好 沒有我好 我還只有我被占便宜 就會吃豆腐了 那我就覺得 不要叫我妹啊 所以要打折叫妳妹啊 才可以這樣 對啊 如果妳要打我 只能妳叫我妹啊 妹啊我都接受啊 我妹啊是在... 是在討好妳 然後我這邊的價格 還要再討好妳 對... 那我自己要拍出啊 那所以說為什麼說姐我也不接受 是說因為我覺得 姐或阿姨我也都不接受 因為阿姨這個字 表面上是尊敬 可是隨著時代的演進 我覺得阿姨有一點點 是比較扁的意思 它包含扁的意思 為什麼 阿姨 我不努力了 是吧 現在網路很流行的 不知道從哪一年開始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這個阿姨是有一點 我個人認為是扁 妳不努力關我什麼事啊 然後妳說妳不要叫我阿姨 然後我跟你也沒有血緣關係 我也不想要成為妳的阿姨 我覺得妳不夠格叫我阿姨 我就這樣覺得 我不喜歡人家叫我阿姨 那當然你說 這個還牽涉到年紀的關係 如果說是門診醫師阿姨 這我覺得很OK 那我自己的話 以前在常跟我們演科 是這樣也很有趣 那突然之間我們那個 現在是做到這個演科的 那個部長主任 他當時候剛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當然就是一個海外歸國 很有成就的這個 年輕的組織醫師 那時候剛回來的時候 他非常的客氣 他客氣到 他看我每一個住院醫師 他就叫姐 比如說他就叫我佑嘉姐 叫某某某什麼姐 然後對同護理站的這個同事 護理師 他也說這個小A姐 那我覺得這個就另外別論 就是說他這個姐的意思是 其實我們知道他比我們高得多 可是他願意這樣子 好像開玩笑又幽默 又拉近我們之間的距離 那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就流行起來 就是說我們叫這個護理師 我們也不會說 這個某某某護理師 我們就會說 小A姐你可以幫我怎麼樣嗎 然後他們來跟我說 請我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就說佑嘉姐 你可以幫我們怎麼樣嗎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工作氛圍的共序 那這個時候這個姐頂好的 所以這個什麼場域 在什麼樣的狀態下 太場域 太年紀 是 那叫妳美女OK嗎 其實不OK 不 終於找到一個 比我更難搞的 到底有幽默嗎 因為妳叫美女 所有人都轉過來 不是 因為我覺得我太常在 因為我們是居家 我們可能要去賣場什麼 太常在賣場 或是任何的商店裡面 聽到說叫這個美女帥哥 甚至就是說 你看有時候那個新聞報導 真的是也很看得起我 就是人家一開始 也有用美女醫師 被砸尿布什麼的 那可是問題來了 代表錯 好 我的律師就跟我講說 黃醫師 每一次我要看那個美女醫師 看到美女兩個字 我就想點進去 可是怎麼點進去都是你啊 那意思是說什麼 這個社會太常 太喜歡 我覺得一定要改過的是說 你太常用稱謂 把那個人的外表太注重了 美女警官 美女記者 美女議員 美女立委 怎麼不說美女總統呢 其實我覺得是歧視 那所以我覺得 你如果要什麼加什麼就不必 那你要單純美女 你就打美女黃又加 你看有沒有人點進來 肯定是沒有 因為你如果單純去比美女的時候 我們就比不過人家了 所以我覺得我不喜歡 把那個美女或帥哥 跟這個職稱連在一起 就我覺得不必要 然後要減少啦 美女也不行嘛 對... 還有其他稱謂喔 等一下再繼續請教 我們來先休息一下 好 那麼像我出去啊 很多人會叫我 比較年紀稍輕的 會叫我鄭大哥 我覺得OK啦 那有一些當然比較平輩 他會叫我就是鄭先生這樣子 那你球場 球場幾乎千篇一律 感地會叫這個打球的人 叫這個也是適當啦 因為他們會覺得 這是商界的人來打嘛 那你給人家打 大概人家也不太容易跟你反 不太會反駁啦 那剛剛講說 人就是這麼難伺候 叫美女也不行喔 剛剛整整花十分鐘 駁斥被救美女 因為我是有心路歷程的 一開始我們被叫美女 真的也開心 可是後來發現 怎麼他叫那個長那個樣子 也叫美女 我就不能接受了 我就覺得 這個世界 你的美女標準竟然是這樣 對 就是變 就是說你把這個美女 或者是帥哥這個稱謂 其實是 爛用了 是非常好 可是當他被 你根本不看中他 你不看中他的價值 然後說出來放在我身上 你覺得我會開心嗎 我不會 如果你真心覺得我是美女 然後叫我是美女 我也很開心啊 可是如果是這樣濫用的時候 美女就會變得沒有價值 帥哥也會變得沒有價值 真的 我有一次 也是去買早餐 老闆娘就說 這個帥哥你要吃什麼 後來我就沒有買 我就走開了 因為我想說奇怪 叫這個這樣讓帥哥 我 操脫一點 那個吃個口頭禪 很辣 可能就是這樣 對不對 當然有大家會在意 譬如說 我這個 有時候叫人大嫂 人也不開心 叫嫂子 她也不開心 為什麼 叫嫂子應該還好吧 對啊 還好 我朋友的太太 你知道她說什麼 說什麼 說叫帝婦 很嚴肅 帝婦 什麼 要我叫她帝婦 標型 她是年輕人 對 要年輕人 你看喔 人的心是細微到這種地步 我是因為覺得那是一個 尊稱 她是我的朋友的太太 我都叫她少了少了 這樣不懂 對 叫帝婦 是對我 你好 真的 我有說 我朋友都在打電話 打電話 然後因為她比我小 然後我們在談工作這樣子 講完之後我就說 那現在晚餐時間帝席在嗎 我真的很習慣講說帝席 然後突然間 那旁邊就冒出了一句話 幹嘛叫我帝婦啊 好奇怪喔 就叫我名字就好了 有些人對這個 他就覺得很改由 就比較遠了啦 就是帝婦好怪喔這樣子 高先生你如何保養一下 剛剛像文婉還有那個佑佳 講的也都是很對 因為什麼 有這麼輕啊 不是啦 文婉 佑佳 救命啊 不是啦 因為不能救 我們就一樣救命 聽起來還滿舒服的 OK 真的 OK 因為 接觸的領域有點不一樣 我接觸的比如說 屬農工廠 是 各位 可能就是 沒有辦法分每一個群組裡面的人 你覺得說 你今天對一個 我們菜市場的歐巴桑 你也不能叫妹妹 你如果對一個上市公司的頭領 你也不能叫妹妹 這就是有一個職場之分 像我佑佳是一個專業醫生 那叫黃醫師 然後不認識的時候嘛 當然是熟的時候 我們就會慢慢的聊 可能就直接叫我們名字 而且我們是同一天生日啊 對 一樣的 一樣的 所以心思 行為都差不多啦 沒有那個心 就是嘴巴比較快而已 那黃醫師 叫你佑佳OK嗎 如果年紀比我大 然後跟我熟的人 可以叫我佑佳 這很OK啊 但是如果這個年紀 沒有比我大 叫我佑佳 我覺得也不可以 比如說我講一個例子 因為我的那個保險員 有點要換 因為可能他公司合併啊 或者是換掉 他就跟我說要換一個保險員 所以我沒有看過這個人 然後他突然聯繫上我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那我應該叫你什麼 他就叫我 叫他他的英文名字 假設是 Robert Robert好了 然後這個時候 他本來是叫我黃小姐的 他突然就跟我講說 那不然我叫你佑佳 這時候我心裡就 是個男生嗎 他是女生 女生OK 這時候我就覺得不OK了 因為我沒有看過你 不熟 然後我不知道你是幾歲的人 然後你突然 我就說 我就直接跟他說 我覺得不可以 你還是叫我黃小姐好了 那他就說 為什麼要叫了這樣 叫佑佳不可以 不是這樣距離比較近嗎 我就跟他講說 可是我沒有要跟你距離很近 你直接講啊 直接 就是說為什麼你人會想到說 人家要跟你距離近呢 其實我一直在倡導的 就是人跟人之間 是要有個距離的 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有些不行做的 你都要知道 那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請教人 那我會覺得就是 對我的觀念來講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樣 我覺得保險員不就是 有事 就跟公司請保 我也不要煩保險員 保險員也不要煩我 我是我的力 因為我比較忙說真的 我是是這樣跟他講 那平常稱呼你都叫 不管熟不熟 叫你黃醫師OK嗎 都很OK啊 黃醫師 黃小姐都OK 就是說你不要抬高我 因為我還在努力中 可是你也不要看扁我 因為你這樣會抹煞 我過去的努力 抬高你世界嗎 指美女 還是什麼 美女也可以 如果你真心認為 佑佳姐啦 好 之類的 佑佳姐就不用了 就是說如果我跟我以前的同事 我覺得他們叫我佑佳醫師 或佑佳姐 我都會覺得很好 完美 對 但是我有個學妹 我一進去她 我是住院室第二年 她住院室第一年 她看到我就說 她就叫我佑佳 然後我想說 你不是學妹嗎 你怎麼可以叫我佑佳 我就跟她說 你應該叫我佑佳學姐 你不能叫我佑佳 是喔 對 是這樣 那如果去菜市場人叫你姐 我就不買他的菜 真的 我走在那個賣場裡面 如果人家說姐 要給你櫃 我都理都不理 我就走了 你要注意我們這個年齡層 不然我覺得不同的年齡層 可能有不同的喜好 至少我問過 我這個年齡層 約四十歲的人 我們不是那麼喜歡 人家叫我們姐 你可以叫我們小姐 或是你知道我之後 就是黃小姐 我都覺得非常好 OK 那我們到幾歲的時候 稱呼她姐會比較得體一點 就我覺得大概就是 六十歲左右 可以吧 六十歲叫姐喔 對啊 就因為你說相對啦 如果我五十歲 她六十歲 我覺得我叫她姐很OK嘛 我四十歲 我叫五十歲的人姐 我也覺得OK 我比較是那種就是 我覺得要名時相符 因為我這個人 我覺得只要不名時相符 一切都會亂掉 不名時相符 有時候你會覺得 她不是真心啦 對 就是說她怎麼可以一張嘴 然後講這樣 然後說名時不相符 然後就賣東西給我 我會不信任 她是有目的的 對 對不對 沒辦法信任 說實在 你不好看待 是嗎 她很不好看待 譬如說 我已經吃兩包了 以名字來講 我們剛才不是講說 姐 阿姨這些就算了 以直呼 就是我們稱 就是我們講說 稱名什麼 指名道姓這件事好了 其實我就會很敏感 我就比方說文婉 我真的都OK 可是我對於呂文婉 這三個字直接叫出來 我會覺得這個有一點挑釁 然後而且非常不禮貌 在什麼樣的狀態下 人家這樣叫你 因為我覺得我應該有 我前夫的遺毒 因為以前都這樣 呂文婉 我就要出事了 沒有 要找我算是嗎 沒有 我承認是有這種 在家裡面前 持呼你的名姓的時候 就是表示要出事了 你不覺得嗎 我就曾經有一次 就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有時候那個禮貌 那個分界 其實那真的沒辦法 有一次這樣我就有點受不了 就是說比我小的工作人員 然後他直呼我名諱 我這樣講好了 像一般大家 因為我們都五十歲了 然後那些工作人員 都是弟弟妹妹 所以他都會講說 文婉姐 如果他看到文婉姐 好 今天這個是腳本 然後怎麼樣這樣 很有禮貌這樣 那我有一次突然 就沒有辦法接受什麼 他可能不知道 我進了那個化妝間 然後主持人就問他說 今天來賓有誰 叫劉文婉 然後誰啊 黃宥佳 那我就覺得說 那個感覺就是 突然就覺得 你好像找我來 你很不甘願 叫劉文婉 我就覺得天啊 怎麼會 就那個落差 就落差很大 那我其實為了這個事情 我問過一些旁邊的人 就是說 是不是我自己太敏感 劉文婉是不是還好 他說沒有耶 其實他們一般 也不喜歡人家直接指名道姓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 像我曾經在家裡面 然後有一天我女兒在房間 然後我叫她幾次 她都沒聽到 然後後來我就指名道姓 然後結束之後 過了一會兒 我把事情講完之後 過了一會兒 她進去了之後 五分鐘她就出來 她說 媽媽 我可不可以問你 你是不是再不高興 我說我沒有啊 然後你怎麼突然間這樣問我 他說因為你剛剛叫 XXX 你知道嗎 後來我才發現說 原來指名 叫你女兒名字 全名 對 因為我叫全名 所以他說 可是你剛剛叫我 比方說旅文婉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再不開心 你看 她是很直接的反應 所以你看她進去了之後 過分鐘她要出來 她不放心地問我 就是說平常也許 比方說這是你女兒 你就叫她Kitty 對 Kitty 對 可是現在你忽然叫她全名 中文的全名 林家皇 對 嚇嚇 是 因為你沒有聽到 只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指名道姓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藝術 真的 好 來 我們先休息 進廣告 Kitty呢 這個媽媽跟朋友出去 是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 有時候在看外在的時候 我們覺得我們也要小心 像我媽媽是 她本身是比較風雲 那我媽是因為少年白 她年輕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就想說 可以懶頭髮 可以遮 可是你知道其實長期 二三十年這樣懶 其實頭皮受傷了 就變成她就不能再懶頭髮了 那她現在就是維持她自己的髮色 就是白髮比較多 那我媽身材比較豐育一點 所以其實在外表上 其實她會比較吃虧 就是比較符合她的年紀 那她當天跟她朋友約的時候 她朋友是嬌小的 瘦瘦剪短頭髮 然後他們就去約去了餐廳吃飯 然後就吃飯的過程就很開心 因為太久沒有見面了 然後就是一樣 就是拍照什麼的 想說那拍個照好了 因為我們其實現在大家都是 很正常都是手機先吃飯 都拍了然後上傳在網路上 然後就請店員說 你幫我們拍一下合照 結果那個店員就跟我媽 他們講說 你們母女感情很好耶 炸彈 多彈啊 媽媽跟她的朋友只差五歲 可是她居然講那個話 然後我媽整個就很生氣 可是因為我媽本身想說 在外面要保持豐肥 其實如果說我會冰賭 因為其實差五歲 然後我媽那個朋友就笑得 真的是花枝亂戰 不要亂講話 我們是朋友了 笑得很開心 我媽說她當天真的吃不下飯 可是她還是要維持住她的風度 然後吃完 然後她買單的時候 其實店員知道自己理虧了 因為貨從口出 其實店員有要求店長打折 但是我媽說 我這輩子再也不會進去那間店 打折也沒有用 然後可是也經過這次的 經驗之後 我媽只要跟那個女生朋友約 都那個你知道 裝扮得花枝招戰 想說很害怕 但也去學會一個教訓 想說很怕說 在一起約出去的時候 又被人家說是母女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真的 樂性要好一點 真的 她剛剛講電影 電影其實就服務業 服務業這個訓練更要 真的 要很聰明 很靈敏 你這樣一個亂講話 你會影響到人家客人的心情 也會影響到店的聲譽 真的 我覺得這店員就訓練就是說 你要跟他說 你們兩個感情好好喔 講就好了 你幹嘛講你們母女感情 好 假的 對不對 你一定要講她母女 你就有價值判斷了 對啊 傻瓜董 那如果說你們只差五歲 然後你被人家這樣說 你們母女感情很好 你會怎樣 你是那個被講母親那個 沒有 我當中真的吃不下去 可是我真的我會吞進去 你也吞喔 對 我會吞 然後呢 沒有 因為有其他朋友在嘛 那你看喔 一句話兩樣情 那個朋友這樣 歡喜得這樣 就一句話兩樣情嘛 可是你知道嗎 我這個人其實我會用比較 比較 詭諧的方式 對 我說你平常都沒有你吃葉黃素 對 我也說 你眼睛有夠壞嘛 也是壞嘛 所以其實也不能怎麼樣 只能扔住 為什麼要吃葉黃素 真的 好恐嚇喔 還是說 你是不是近視沒治療 都看不清楚 放棄治療 這樣子就在講 那黃醫師妳就這樣回他是不是 對 我都會這樣子回 就是我對我聽到不舒服的 我其實很怕他下次再對我這樣 或者是他對別人這樣 對 我是站在好心 我就提醒他 了解 服務業 老實講 剛剛講 黃醫師講那句話 真的很重要 就是禮貌是一個軟實力 你看 剛才我們說 把人家叫錯人家就不來了 一輩子都不來 真的 生意你就沒得做了 還黑瓶 一定會黑瓶 還到處跟朋友講 那經典不能去 對 那志穎是很年輕就當里長 你二十幾歲當里長 二十五 二十五 那做四年也只有二十九 對 對不對 那這麼年輕的里長 有人會稱你 你長輩嗎 有啊 你啊 沒有啦 其實開玩笑 鄭大哥會叫我 那個李長輩 但很多人其實也會 其實我叫他李長輩 有時候其實就是一個尊重 因為我們稱呼里長 都叫李長輩 就表示你很老道了 你知道嗎 對 其實就是一個尊重 一開始會覺得說 好像怪怪 好像叫我李長輩怪怪 後來發現說 因為百分之八十的里長都是男性 那里長的平均年紀又超過六十歲 所以叫李長輩 好像也蠻合理的 就是變成一個既定的印象 大家覺得李長就是輩 所以後來就釋懷了 對 但是如果他單純不是講李長輩 他叫輩 叫我阿輩就不太行 所以我們很多家長 一開始就是 一開始我在選的時候 他們就會叫小孩子說 叫里長哥哥 或是叫那個叫志瑩哥哥這樣子 可是最近我開始發現 他們都會已經沒有哥哥了 我就是叔叔或是阿伯 對 有時候比如說活動辦完 我們兒童節活動 在那邊跳舞跳結束或淋東西 然後那個家長就會跟小朋友說 來 我們跟阿伯說拜拜 我之後就想說 阿伯 我已經變阿伯了 已經沒有哥哥 也不是叔叔 已經變阿伯了 我曾經 我是現在比較常 幫人家證婚 就是到了一個年紀了 對 那以前我才五十出頭的時候 曾經去證婚 碰到一個狀況就是 請這個月子就有 你知道就是工作人物 就有那個媽媽和小孩 來 你跟正爺爺拍個照片 爺爺 爺爺 跟爺爺拍個照片 這個照片太老了 我們這樣不可以發生地 不行 不行 沒風頭 跟爺爺拍 然後你知道嗎 婚禮不是都有個女私儀嗎 對 接下來我們歡迎 知名的這個主持人 郭鴻怡先生上場 他不知道我們姓什麼 還叫你叫不對 好 旁邊一直跟他叫 他一直叫 鄭鴻怡 我們歡迎鄭鴻怡大哥上場 不好意思 我很少看電視 我要補一槍就死了 真的是 玉璽 好 來 那我們這個稱謂真的是 妹妹比較高 這個大家小心 那中國有一位二十九歲的超市 女店員 因為上班的時候 叫一位四十一歲的女性 其實做主持人就是這樣 我們就明明知道 這個時候就要問你幾歲 這樣才有辦法比較 我們又不能問 這個她稱呼一位四十一歲的女性 阿姨 好 阿姨 讓對方當場氣詐 飆罵超過十分鐘 而且雙方還大打出手 所以你就知道 稱謂有多重要 我說起來特別對女生 對 特別對女生 那婚婚這個新聞是怎樣 然後這個雙方 我們剛有提到 其實這個 那個去買東西 這個刑小姐 她姓刑 刑警的刑 然後她四十一歲 那個女店員二十九 你算一算差不多 幾乎差十歲 頂多 十二十九 一個四十一 差十二歲 一輪 一輪 剛好一輪 然後其實幹嘛 講十歲就好了 幹嘛要這麼在意 女生就很在意 那多兩歲 難怪我就去頭去尾 差十歲有沒有 這個就是差別所在 好 然後她結帳的時候 她就說 她就叫那個刑小姐說 阿姨 結果一聽 那個當下那個女生 她理智線就斷了 她就說 你怎麼會叫阿姨呢 其實我跟你差不了多少 而且你這樣對女性 是非常沒有 會讓人家不舒服的 你知道嗎 後來兩方就發生了肢體衝突 甚至報警 然後還呢 這個被這個小姐這個顧客 他們在櫃檯就扯頭髮了 扯頭髮 然後呢 你們這樣都危險 就扯起來喔 帥 然後就生氣 頭髮流那麼長 然後呢 這個小姐呢 她後來還去投訴 結果她跟記者怎麼講 就是鄭大哥剛剛講的 沒有啊 她後來呢 我跟她講 我只是糾正她 後來呢 她就從那個什麼 櫃檯裡面衝出來 然後罵我神經病 就扯我頭髮 然後她先對我施暴 可是呢 實質上啦 其實監視器呢 調出來一看 其實這個行小姐先動的手啦 那不管怎麼樣呢 後來呢 這個店員以客為尊嘛 因為都已經跟客人發生衝突了 而且可能還有掛材 所以這個店員後來 什麼樣下場你知道嗎 賠了五百塊的這個人民幣 然後呢還辭職了 結果呢 好啦 皆大歡喜對不對 然後呢 當然呢 要有一個儀式 要把人家賠失禮嘛 結果呢 那個店長呢 不小心又說 阿姨對不起... 阿姨對不起 結果呢 她說不對 怎麼又叫阿姨對不起 趕快改成 姐姐對不起 美女對不起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見完告 請教一下女性喔 這個Titty 對 所以對女生來講 保養穿著儀態很重要對不對 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像我現在是單身的身分 我更注重 因為我隨時要迎接我的第二春嘛 那尤其在我們女生真的 因為我覺得不要 妳是說 當妳第二春迎接到 就不需要太... 也是要喔 都要 我覺得 我覺得女人要懂得愛自己 身心靈 尤其我覺得外在的確 外在會更加分 如果我們懂得去 真的去保養的話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 我就剛才說了嘛 像店員就白目 他以他那個外在 第一印象 很多人看 我們人與人之間看就是 眼睛嘛的交匯嘛 第一印象 對 你如果看到我 你就覺得 這女生就是這樣感覺起來 就是這樣子 看起來年輕飄飄亮亮 我們自然就會叫 可能就叫 剛才那像高大哥 就說妹妹 或是小姐 或是什麼對不對 你如果一開始被人家叫阿姨 整個一整天的心情 到未來十年都毀了 是... 對啊 所以真的不能亂叫人家阿姨 我覺得剛剛黃醫師講的 有道理的 就是說有時候你那個稱謂 會把你貶低 有一種貶值的味道 沒錯 可是那個貶 並不是你真正年紀的貶 是 他在講的就是說 你看你在對自己的儀態 就不重視 對 你不長進 對 或者是你沒有紀律 所以這個很重要 穿著 儀態 保養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 那個客人 他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當然是那個店員不OK 其實沒有做好 即時的一個回應 跟危機處理 那其實那個客人 其實真的就是有比較憔悴 因為事後大家有看 那個監視畫面 包括他去怎麼投訴之類的 大家一看 其實記者私底下講說 其實那個樣子真的讓人家 會誤認為叫他阿姨 那可是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剛剛鄭大哥 有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這個店員 為什麼後來會不太耍 因為其實當人家制止你 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要學 當人家制止你 比方說剛剛鄭大哥說 叫我爺爺 我可能 其實心裡可能不舒服 沒有 我才五十五而已 叫我爺爺 其實但是鄭大哥 他是公眾人物 他一定要有風度 可是這個時候 如果萬一你叫的對方 不是鄭大哥 是一個真的比較在乎的人 他阻止你說 你叫我爺爺可能不OK 那你要怎麼應對 那我們剛剛講這個大陸 這個店員他就直接講說 我又叫你阿姨怎樣 那當然這就是 血還倒下去了 一定一燒 我已經不燒了 我告訴你說 你這樣對我不禮貌 這樣叫任何女性都會不舒服 我問你一個問題 對不起啦 這個講實際年齡 你就是差不多快五十 沒有 我已經五十超過了 農民歷五十二沒關係 五十歲的女性 你希望打扮起來讓人家覺得 希望你看起來幾歲 其實我覺得至少要四十 要倒退路差不多十歲 對 倒退路十歲 對 所以如果你 也不希望人家看你 像二十歲或三十歲 我覺得真的不要 比方這樣講好了 像我現在這個年紀 我盡量 比方說因為我只剩下腿 比較有這個戰鬥力 沒有 好不好 就是那個腿 所以我常常我知道 我的優點就是腿 因為我是屬於沒有什麼料的 我沒有什麼長輩的 所以我就覺得那個腿 可以賞心悅目 所以我就比較喜歡穿 比方短裙 什麼長輩 沒有 短裙或者是短褲 但是我就會發現 隨著年紀的增長 我的短裙跟褲子 會比較長一點 以前就是蠟就好了 所以其實在穿著上面 你除了說要年輕之外 還要莊重 就是說我們常常講 要得體 不要臭 所以我現在會比較會注重 這些東西 黃醫師呢 我覺得我是幾歲 我並沒有責任要告訴別人 然後我也認同別人 你真的沒有責任 不過查得到就是 對 就說 然後我沒有 我要講的是 不是這麼嚴肅 我的意思說 我其實很認同 你願意看到我幾歲 你就這麼認為 因為你看到我幾歲 跟我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 因為我會這樣講 是因為有些人說 常常要說你看起來年輕 無非是想要讚美青春 讚美就是 或者是對年紀大的人 讚美年輕 無非是讚美他有能力跟財富 可是我會覺得就是說 那個讚美 其實是更高的藝術 就是我看不上這些讚美的 為什麼呢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在當 有一次去開醫學會 然後跟主任 就是說好 因為在高雄開 我們就要去走去搭那個捷運 然後我就跟年紀比我長 很多的主任 然後我們在他面前 都畢恭畢敬 是女性的主任 然後走在一起 那這時候很尷尬 要走這麼久 然後到底要講什麼 要一直講青光眼嗎 然後我就開始開頭了 然後他說主任保養得真好 很久沒見了 都還是一樣年輕 這個非常的低階 我後來為什麼會突然驚醒說 這件事情非常的低階 是因為我很感謝那個主任 直接告訴我 又假 我們這個年紀 沒有人在管 看起來年輕不年輕了 是 我就想到 後來我就覺得 我人生有點退步了 是不是 我沒有去注意到這一塊 因為我記得我以前在 這個做實習醫師 還是見習醫師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主要責任 就是討好主治醫師 因為你討好了他 他心情很愉快 他才會教你更多 人生就是這麼現實 好 然後我就記得印象很深刻 是我跟一個整形外科的 這個主治醫師 他也是海外歸國 然後很厲害 他做那個 他乳房重建 那他就把我叫進來 他說你看一下 這個人工乳頭 就是人家得乳癌之後 要重建起來 然後女性才會恢復自信 他就是做這個做得很好 然後他就做了 他叫我來看這個人工乳頭 因為我是女生 所以才能看 病人也同意 然後看完之後 他問了我一個問題 他說你覺得這台刀值多少錢 那我那時候是怎麼跟他講 我說這個報告 報告主治醫師 這台刀無價 我覺得這個就是最上層的 這個你要讚每一個人 所以如果你真的出發點 是要讚每一個人 我真的誠心建議大家 好好的看他的優點 然後把他說出來 如果他的優點真的是美 那我們當然稱讚他美 可是如果他的優點 還有其他的 那我覺得最上層的 應該是不是只有看外表 那對不起 你說當時你那麼年輕 然後走那麼遠 要跟女主任走那麼遠 不知道要講什麼 所以你要打破沈默稱讚他 對啊 你就稱呼他說 主任你保養得很好 看起來很年輕 因為那個是我 那個時候會喜歡聽到的話 所以你不要想說 各個年齡層 女生想要聽到的話 是一樣的 其實年輕的女生 我在看他已經夠年輕 夠漂亮 可是他們還是喜歡聽到 人家稱讚他美 可是到某一個年紀之後 其實你說稱讚他美 對他來說不見得很重要 我提醒的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社會 太容易就是 就是看人家的表面 然後而且是非常針對女性 然後我會希望大家看到女性 更多的優點跟內在 我是說 從那時候到現在 也經歷過這個 這麼久的時間 如果重新再有那麼一趟 你會怎麼稱讚他 我會跟他說 主任我很感謝你 教我這麼多青光眼的知識 因為你 我離婚之後才有犯刺 這就很實在 不同層次的展覽 就我這個年紀 就是會講這樣的話 非常好 也實在 對啊 那這個陳理長說 關於保養這個事情 爸爸媽媽 你有觀察 有 因為我在選舉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才二十四五歲 所以出去有時候 大家會質疑說 你這麼年輕到底會不會做 其實很多人投給我 是抱持一個換人的心態 但是可能還是會有一點不安 所以有時候就是 比如說 比較有名望的長輩 或是我爸爸媽媽陪出去 大家會覺得說 他不是自己一個人做 就是可能是有一個團隊 然後全家一起支持這樣 所以也會有一種安心的力量 所以一開始都是我爸爸 陪我出去拜票 那大家都認識說 這就是我爸爸 那到最後大概一個禮拜左右 我媽媽才出 因為我媽媽其實很低調 他就有 在那個我選舉這件事情 他是很拉扯的 到最後就想說 都要投票了 還是要出來亮相 就是表示說 大家都 這家人都是支持這樣子 然後就出去拜票 拜票 然後李明大家就說 這個 這是誰啊 在那邊討論 然後就問我爸說 這你們男朋友嗎 就說 對 然後就說 那那個 我說我是哥哥 還是弟弟這樣子 然後我就差點昏倒 然後我媽就 開心得不得了 想說 因為我媽就是那種 就是身材很好 他很瘦 然後他就是 我阿嬤那邊遺傳就嬌啊咖 所以看過去就是 很多女生都很羨慕說 哇 怎麼身材這麼好 這樣子 對 然後我媽其實也 包養得還不錯 對 所以整個身形體態都很不錯 真的被誤以為 那爸爸的反應呢 爸爸的反應就是 哎呦 開玩笑 他就說 他就說 你真的會開玩笑 這我老婆 然後我就跟我爸說 你真的要檢討一下 所以因為 你知道我爸就是那種 其實他很甜 他也不太愛買衣服 他一件衣服就從可能結婚穿到現在 還是同一件 就是那種比如說 那個運動服可能已經穿到 那個已經有點黃啊 然後那種 那個西裝外套就是那種 早期比較長 然後墊間墊很大的那種 看起來就是比較古早 現在我們可能會穿比較合身 比較修身 比較挺的 可能韓版的 傳統節儉的男人 對 所以現在 可是最近他都被發現 李明就會說 你丟爸你怎麼這麼年輕 好像不一樣 不同一個人這樣 因為上次回去以後 媽媽吃了安眠藥 因為睡不著 爸爸也吃了安眠藥 也是睡不著 爸爸開始168斷食 我爸開始168 真的假的 真的 我爸開始168 而且他也不知道 那叫168 他只是發憤徒獎 想說不行 我不能跟我老婆差那麼多這樣子 所以他開始早餐就是不吃 對 他忍忍忍忍到中午 李明的一句話影響這麼大 對 他168 現在瘦了超過十公斤 然後身上都穿NIKE 愛迪達 所以出去就會被 就會被說 你們兩個有喔 現在有生阿嬤 這樣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這個問題 我們剛才說年輕的時候 過騷掌之後 其實對別人讚美的形式 可能真的會不一樣 是 那我想請教高刑警 聽說你做年輕的時候 都過一個學長犯了什麼錯 我年輕的時候在 我算三十幾歲 我在文三二分局的時候 那我那個學長其實 才到我沒幾歲 他頂多到我六到七歲左右 差不多四十痛 但是他是整個禿頭 禿到後面剩幾根頭髮 他要出門一定要把後面 幾根頭髮照鏡子 再輸一次那種 肚子很大 他很大顆 到我六七歲的感覺 他頂多四十來歲 老太 對 老太 可是 那個時候辦公室還有抽菸 因為那補貨有習慣 我都接掉 辦公室有抽菸 我們那時候排出所 帶了一個年輕的小孩子 送到我們刑事組來 那孩子不是什麼大案子 就很小的案子而已 協調叫家長來帶回去就好了 然後就跟那個 也不算 那孩子就跟我的同事說 阿伯 你那個煙灰缸可以照顧嗎 我不對 我的同事聽到他 我阿伯這兩尼這樣 他就給我抱一句 阿伯 他在叫你 那孩子說白痴白痴 說沒有啦 我在叫你阿伯 你的煙灰缸可以讓我咬嗎 沒有都不敢說話 然後我都不敢說話 我都奇怪 你怎麼有需要生氣氣成這樣嗎 那後來我們去那個螺絲浮路 有那個好熱敵 小孩後來有放嗎 有 放走 但是把它拖很久 我們去那好樂敵 要臨檢 那個十二點之後 未成年十八歲以下的 到那個好樂敵唱歌的 那種琴貴唱歌的 要帶回來分局 那帶回來分局 包廂裡面只要 年輕的那些臨檢的學生 那邊很多學生 他說 比如說警察哥哥 還是說警察先生 不好意思 他說阿伯 我今天沒有帶身分證 你知道嗎 他一定把你帶回來 叫你老婆婆來 他說非叫你爸爸媽媽 半夜兩三天 他就叫你爸爸媽媽來了 就為了一句阿伯 就為了一句阿伯 後來我說 太慘了 你怎麼在意這個稱呼 為什麼在意的這樣子 是 我一次跟他回他家 我才發現 有時候我們不在意 不代表別人不在意 對 真的 我一天去他們家 我開巡邏車 他坐我旁邊 他要回去拿東西 我就看了背影 我跑去跟這邊打一下 我剛才不是我的同事 結果是他們爸 你實在都背影很像 可是我同事 我的學長 他已經在樓上去了 我拍他那一下 他爸爸 我說不曉得 我那拍那一下幹什麼 在路上 他就跟我講說 我三十歲就開始禿頭 肚子就像我爸爸一樣遺傳 可是我從很年輕 我就很討厭人家 叫我叔叔阿伯這種 對 所以他心裡就是 有這種想法 所以體態也很重要 很重要 體態很重要 那有時候我們 我剛才有說 我去跟這個什麼 這個致詞 那人家叫我爺爺 孩子嘛 年輕人嘛 那小朋友稱呼你 有關係嗎 阿姨 我覺得其實這一塊 我反而比較柔軟 我想先回應一下 那個剛剛黃醫師提到的 就是說年輕的時候 我覺得年長 不要說像我們這個年紀 年長 你說要走那段路 我現在異地而處 其實像我很能夠感同身受 你那位長官 就是那位主管的心情 像我有時候 比方說我們從這個化妝間 要走到攝影棚 這一段路其實不長 可是有一些小朋友 他不知道跟你聊什麼 那他那我就曾經遇過 他就講說 王姐 你怎麼都這麼多年了 你身材都保持得好好喔 你小孩都這麼大了 他這樣壓力不會很大嗎 其實我對這個我不會很舒服 其實跟那個黃醫師 剛剛講的是一樣的 因為我覺得你不用 為了要稱讚我 去貶低我女兒 這也不OK 因為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不要聊天的藝術 那其實你如果想要跟我聊 為了稱讚某人 貶低某人 對 其實你如果說要稱讚我 我覺得OK 可能一句 王姐你怎麼永遠都這麼年輕 你最近我聽說你去念書 那你讀了什麼 你覺得你有什麼獲得 其實這個我覺得是OK的 就是說開端 而不是你把所有的重點 都放在就跟黃醫師提到 你就一直說 你好漂亮 你好年輕 我覺得這個是不OK 這個是比重的問題 這個是我的看法 然後另外就是提到 我剛剛講就是說 像我這個年紀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溫暖的 而且我是主動的 比方說我有一些朋友 他大概小 就是比較小一點點 大概小五個七八歲 可是小孩到現在 可能就是業務志願 或小一 小三 這種狀況 我都會直接講說 比方說有時候碰到 我說來 叫姨媽 大家說為什麼要叫姨媽 聽起來好老 可是對我來講 你看那個阿姨跟姨媽 又不一樣 我們阿姨我不想如意 阿姨是一種 不曉得為什麼 我也不喜歡人家聽 就是聽人家叫我阿姨 可是姨媽它是一種親近的 就代表什麼 她跟媽媽是很好的 然後交情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都會主動說 叫姨媽 可是你看 這個是我的態度 可是我就覺得 就是剛剛鄭大哥一直強調 你這樣認為別人不一定 我就曾經換我 帶著我的女兒 然後遇到我的朋友 然後他大概就可能 大概我兩三歲吧 小五個兩三歲 那我一定說 來這樣 我就會提醒他 嫁阿姨這樣子 嫁阿姨這樣子 我們都有人要求 要求 可是你看我這個動作 同時觸怒了兩個人 連我女兒都生氣了 為什麼 他說我都這麼大 他自己家的公養 我都這麼大了 其實你不用這樣叫我 你這樣提醒我 會讓人家覺得說 我是不是 被強迫下的 對 或者是我 就是沒有這樣子的家教 我沒有這樣的禮貌 其實我會教 所以我速度太快 我觸怒了他對不對 另外我也觸怒我那朋友 他就說 我問你怎麼會叫阿姨呢 叫姊姊 然後他就轉 他就對我講完 結果他就對著我女兒說 知道嗎 以後看到我都叫姊姊 這樣子懂嗎 然後我就說 但是 以那個輩分來講 應該叫阿姨啊 他說拜託 他後來就強調 我還沒結婚 我也沒生兒子 我就算年紀再大 也是要叫姊姊這樣了解嗎 就 我就尷尬了 你知道嗎 很正經 可是我女兒就很配合 比方說Kitty姐姐 這樣子 大就好了 可是我覺得 那一次的經驗 就讓我發現說 真的 每個人的那個美感 真的都不一樣 這個 不過小孩子是很天真 很帥真的 有時候真的會讓我們很尷尬 是 Kitty曾經發生 像我女兒也是 我有一次帶她去買銅裝 特賣會 媽媽看到特賣會一定直衝 那特賣會 尺寸一定都不齊全 那我就請了 就員工想要幫忙 就是幫我找一下尺寸 那我女兒也是就是 翠翠很好 她看到人就是逢人就會叫 她不叫還好一叫 她看到那個店員叫阿嬤 我整個倒吸一口氣 同一半 我想說人家也看起來 沒有 五十歲就是四十幾歲 我就說妹妹 人家是阿姨 她說不是啦 她頭髮跟阿嬤一樣白 她是阿嬤 我整個就 想說我又再補一箱 那個店員一定更不爽 然後我就講說沒有 她跟阿嬤不一樣 人家也是一樣 跟阿嬤的狀況一樣 少年白 就是年輕的時候 然後頭髮就變白 然後我女兒就說 沒有 白頭髮很多 真的 然後我當天就想說 我想說好險那個員工 我覺得她智慧也很好 風度也很好 所以她也沒有跟我女兒計較 想說可能只有小孩 同言同語 可是我當天真的 因為我女兒這樣子說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當天真的狠狠地 買了很多 就是為了給那個 員工做業績 不然怎麼辦 傷害到人家 因為小孩子很帥真 對啊 是 高情景是 媽媽生你的時候比較 年紀比較大 對 然後你現在生你的小孩 你也是算年紀比較大 對 我就 我的孩子才兩歲的時候 以前我有時候在胸口 到菜市場去 去可能有一些小玩具 小攤商 店員就說 弟弟叫你阿公買給你 然後我在旁邊 可是我心裡不會 傷心也不會難過 我會那個痠 那個痠就回想到我小時候 因為我爸爸媽媽快五十歲才生我 我五十歲才生這個 所以我小時候我很討厭媽媽 去學校參加母解會 同學都說你阿嬤來了 那我去跟我爸爸去山上的時候 鄰居都說你阿公到那邊去 你怎麼不會把你阿公叫來吃飯 我小時候就是爸爸媽媽 同儕都會覺得說那是我的阿公阿嬤 這樣對你的影響是什麼 影響就是說 因為有一天我長大了 那個時候我在念書的時候 以前還有學校母解會 你會覺得被貶低嗎 不會 因為我在念書的時候 孩子比較不笨 再參加母解會 我都會偷偷跟我大姐說 姐姐拜六下午 你叫媽媽不要來學校 你帶媽媽來 我媽媽後來輾轉知道這個事情 有一天我媽媽跟我講 我盡量保持比較年輕 穿我比較年輕 不要讓你擔心 我那天那時候 我出社會的時候 我一想 那個時候媽媽 這麼呵護我們 帶著我們去學校 牽著我們 被人家誤解是當阿嬤 我還自己看不起我媽媽那個感覺 我自己現在孩子 把我當成阿公 那個攤飯這樣叫我 我當然完全都不會生氣 而且孩子懂事了 孩子兩歲多 講阿公話 叫你阿公買給你 他說沒有 那是我爸爸 我兒子會這樣講 對 包括甚至於有時候我出去 包括我的朋友 你這個孫子這麼可愛 因為他只知道我前面大的兒子 跟小的兒子 兩個差二十六歲 所以我們兒子可以做 我們兒子的老爸 因為爸爸媽媽 那個年紀 到我現在這個年紀生我孩子 我現在把他擋成一種 是很甜蜜很甜蜜的負擔 羨慕 很溫馨的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不過女生被稱呼 如果讓他覺得很不舒服 他會記恨二十年 這個黃醫師的朋友就是這樣 對 真的不是我本人 是我閨蜜 我閨蜜他這個大學的時候 他是高雄人 所以他回 就是在大一的時候 就回高雄 然後走在路上 就遇到那個高中生 在賣愛心筆 那個時候很流行賣愛心筆 然後人家就說 阿姨 你可以買一支愛心筆 然後他當下的心情 其實就是 真的很想把他宰下去 就是女生其實對這種 不恰當的稱呼 他想說 我看起來有這麼臭嗎 你為什麼叫我阿姨 然後那個時候心情 真的是很想把他宰下去 好囉 二十年過去之後 我們講到這個事情 他說現在的心情還是一樣 就記得很清楚 而且還是想把他宰下去 高中叫大一叫阿姨 是不對的 因為年紀差不多嘛 對 所以有的時候是 我覺得人不要調皮 像剛剛講的那個 中國的案子是不是 那個新小姐 那個其實你如果真的想說 你說吳白姐說差十二歲 你要想一個零歲差十二歲 一兩歲就算以後會講話 會叫十二歲的人阿姨嗎 就是不會 所以你如果把他拉回來看 你自己一定找得到 正確稱呼的答案 只是你願不願意去想說 還是說你還是要走調皮路線 還是你真的看不起這個人 比如說很多酸民 在網路上其實也是 你這個阿姨在說什麼 所以我們對阿姨這個稱呼 已經不是那麼的尊稱 如果要回到阿姨 是個尊稱的時候 我們當然欣然接受 可是時代有點在演變 那也是時代造成的 我有一次稱呼一位女士 我叫她小姐 她就很高興 她跟我說 雖然我已經七十歲了 不過你叫我小姐我很高興 因為很久了沒有人這樣叫我 是 女生啊 而且我們在看門診的時候 我們 我自己跟學姐 我們就是差不多是四十歲 左右的這個族群 我們自己在看門診的時候 病人進來 其實我們六十歲以下 都叫小姐 六十歲以上 你有打扮的還是叫小姐 根本沒有人不開心 那反倒是說我常常會覺得說 我會就是希望我的同事 他們年紀可能二十出頭 或三十出頭 他們在叫病人的時候 都直接比如說黃又嘉 他就說 又嘉我跟你說 我覺得相當的不適當 你說對病人嗎 對病人 因為其實他的年紀明顯的小 他可能才二十出頭 可是這個病人 可能是五十 六十出頭 你出去叫個病人 你如果說叫又嘉請進來 我還覺得你可能在就是說 顧慮到病患隱私 不要叫全民 可是如果你在跟他講事情的時候 也說 又嘉我跟你說 那我覺得這個不對 我覺得 護理人如果二三十歲 不管是幾歲 我覺得 等於說病人是李文婉 我們就說 李豪姐 我跟你講 怎樣 可以說明 或者高刑警就說 高先生 你的狀況如何如何 因為我覺得這樣就適當了 很容易 是 那高刑警這邊 還有因為這個 稱呼產生誤會 你說這個 你做警察沒多久 去臨檢酒吧 我二十三歲 然後去臨檢一家 在民權東路巷子裡的一個酒吧 跟學長去 然後那家酒吧有一個特色 就是一進去裡面 因為那個年代沒有呼叫器 沒有行動動態 什麼都沒有 但是最大的特色就是 那個地方就是感覺 裡面沒有坐台的 很單純 我最年輕的 我臨檢表寫完之後 我就要給那個負責人 那個簽名 那個負責人一過來就 搖子就 打個手就打個手就對了 我就跟摸著 動態好像兄弟就對了 那寫完臨檢表 說他簽你簽個名吧 那他屁股把我拍一下 我屁股把他拍一下 我說這個簽個名 然後我其他兩個學長 三個學長 這旁邊都 那個嘴巴想笑不敢笑 那我沒有任何的冒犯 任何其他的事情 是也沒有做錯 感覺什麼事情 那個臨走之前 那個負責人跟我講 那個警察先生 可不可以跟你要個電話 我說我沒有電話 那我可不可以改天 約你喝個咖啡 我說OK 大家做朋友 那沒關係 那結果他真的打電話 到潘廁所來 我跟他去約了咖啡 他馬上跟我講 你有沒有缺女朋友 還是男朋友 因為你是同事 因為我們那個時空背景 沒有什麼叫同事 我們也不懂 後來 我 妖嬈 我會說 他摸你屁股的時候 他一定覺得很性感 一定覺得很性感 他是不是很怕 我也當作沒聲音 因為這個覺得 只是會錯意而已 結實而緊緻 對 所以 那就是那個時候 我正在談戀愛 然後就 因為他這樣子的舉動 他每天 三不五時會到 拍過市門口來等我 等我下班 要約我去看電影 去打保齡球 當然我們就是造成 很大的困擾 因為我 如果用現在的話來講 我不排斥同事 因為我的家族裡面 也有同事 這只是說 人的喜歡度不一樣而已 我們年紀輕 老學長說 你這個小孩 所以他要把你當女朋友 真的 女朋友還沒有 換到那個階段的時候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 也很帥 也很瘦 不是很帥 說我也散散了 你菜現在開花 一杯 這樣也是尊重 因為這應該是 大家都有一個好事 也是他的菜 時空敗一杯